16年前,2000年的时候,当时中瑞有一场大战,我在那场比赛当中输了两分,所以一直是我的遗憾,这一次我想带回去,我不希望在吉隆坡留下不美好的回忆,所以我的愿望是你们能够帮我把这奖杯给捧回去 这是国平主帅,压在心底16年的遗憾,他发誓这一次一定要把16年前丢的奖杯重新拿回来 沙场点兵主帅诉说的决心,听到这段往事,张继科想到了东京时评赛,那段科目明星的同样经历 而马龙莫斯科时评赛的实力,让他至今记忆犹新,所以这场战役,两兄弟都憋着一股劲 不仅仅是为国家而战,为刘胖而战,更是为自己而战,一旁一向摇头晃脑的许新,这一次却变得格外安静 因为他知道,三剑客的时代,荣誉和挑战是三个人的使命,这一次他也要证明自己 而随后,刘胖对许新单独说了一段话,也将他彻底点醒,至于说了什么,先保密 吉隆坡士兵赛,国平以全胜战绩杀入决赛,决赛对手是日本队,能拿到银牌,日本队员已经非常开心 由于日本媒体宣传片的狼子野心,导致三个日本小将被打成历届士兵赛最惨的背景 首战出场的许新,不仅有此前对水谷损的全胜战绩,还有对日作战的特殊情谊 因为大家都喜欢看中日对考,我们其实也一样,也喜欢中日对考 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干嘛的 第一局,许新就让你现实到,当搞笑男一本正经起来,会有多么热血 如果训练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此刻许新的背后是整个国拼,是全球华人 他像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一样,敢打敢拼,拢起最自信的正手,将对手一顿暴揍 举脸,许新一个机场发球,如满宫颈先,一剑穿心,大笔风拿下第一局 此时水谷损看了夜场外黑脸的教练,一脸懵逼的松平小队长 还有两个在嘲笑自己的出队友,唉,终究是错付了 第二局,万事俱备,直欠一浪,许新化身浪花蛇,蛇臂走位,正手摇刀 他先亮绝招,接着喉叫,随后绕圈跑 这还不够,幸运女神也来问候,送了一个擦边球 连场外的爱将,也在为许新呐喊加油 数个回合的缠络后,眼看着快要到手的五甲球 结果,浪着浪着,竟然被浪丢 众目睽睽之下,许新环顾四周 这,还要面走啦 说是迟,那是快 许新前三板上手,一箭封喉 这一次,可爱的小胖没有坑手 因为他知道,只要跟着教练一起卖力加油 晚上的鸡蛋灌鸣,一定管够 看到这局面,有人欢喜,有人忧 大到幼灾,在想着第三场决斗,会不会BBQ 而尼娃却在想着,早点下班,早点溜 接下来,水骨笋打出一波小高潮 许新的失误也开始增多 看着比分不断缩小 刘胖紧急叫的暂停 一番碎碎念后,许新不敢有丝毫携带 接下来,前方高能 局点,许新先是一个发球控制 然后反拉斜线大脚,拿下第二局 大比分来到2比0 接下来,情况可没那么简单 水骨笋发起了疯狂反攻,将比分反超 此时许新的出手,也更加坚决 双方你追我赶,比分胶着上身 有人模仿我的左手,有人模仿我的缠斗 两人多回合对拉缠斗后 还是许新更胜一筹,率先闹到局店 水骨笋开始了最后薄杀,却频频得手 当比分追止8比10,水骨笋回眸一笑 以为能反超,而这时才是真正的武士一道 许新横下绝招 最终,许新大比分3比0拿下首场胜利 也成为了本届世冰赛最佳球员 如此完美的表现,究竟赛前刘胖对他说了什么呢 老脸对我说,只能赢,别说太多 可是我对自己说 你说一说,今天打不得好双打,单打 你别跟我录啊,我告诉你 我一直录下